2007年的時候 不是這個 就是我到了小綠山那種讓我怎樣 我進入了海土事件 開始自然教育 說我們周遭的自然步道 學校的自然步道怎麼規劃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事件 2007年 小綠山旁邊有一個中虎山 這個山也是我觀察的三年之一 紀錄很多 有一天中虎山 我的潛山、礁山最大的悲哀就是 在30年前 當你還沒注意到這個山的時候 財產都已經買光了 台北市很多礁山 財產都買光了 等你要去買就買不到 可是他們現在不能蓋 為什麼 因為自從當時有一個房屋掉以後 林肯大橋倒了以後 都希望開放 那時候好像幾個斜坡就不能蓋 幾度不能蓋 但是財產或立法園都把他買光了 你到哪個地方都被買了 他不能蓋 他們就在那邊等 就是說財產會對準那個地方 譬如中虎山也是一樣的 各地方緩破又合理標準 可以蓋 於是他們地二十年級都買過了 買了現在要蓋了 已經擋了擋不住 擋不住可是當地的 台北市社區的意識很高 擋不住他們決定在路上擋它 就算你合法 他們覺得都會破壞我們的品質 可是擋不住怎麼辦 他們要有一些數據 他們居然去找到那個賣不出去的小米商 三大 厚厚的 裡面一大堆資料 其實多種鳥類 一百多種蜻蜓 包括有特有種的無霸多年 鳥類裡面有臺灣藍雀 有紫孝東 還有我記錄的蛇 連蛇都拿出來 青蛙 大概有七種 還有六種的青蛙 沒有什麼都弄出來 引火蟲 全部都弄出來 列一大堆標 就做一個power point 在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放出來 建設局看到也怕死了 怎麼資料從哪裡來的 沒想到有一根作家 有一點無聊 寫了那麼多東西 他們就變成他們的資料 一放出來 台北市政府這些官員都是高等教育的 他們也有這樣的意思 可是愛與環 他不能拿 可是當社區區域人放出這個東西 他會感動 他感動的時候 他會站到社區區域這邊 那怎麼辦 兩邊都協商 在跟建商協商 能不能容積移轉 容積移轉叫什麼 就是說你這塊地是不是你買的 你合法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了 因為這塊地 譬如我去講 我說中虎山不只是神態豐富 它還是以前淡蘭古道從公館必經之地 這邊有很多古道 有兩百多年前的廟 你如果把這個地方毀掉了 以後有一點自然古道 因為這個房子蓋在這裡 自然古道不會形成一個實質的交所 這是一個實質的交會點 我用歷史自然的文件去說服他們 沒想到這樣的稅屋 政府願意搭配 所以他們就找另外一個地給廠商去 這個不能蓋的地方 透過容積移轉 變成政府的公園預定地 成功了 好 這個成功了 我們現在看到美麗灣 美麗灣可不可以容積移轉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瞭解到情形 我多麼希望那個海灣這個財團華人 臺東政府應該做這種事 臺東政府現在還不願意認錯 就找另外一個地 當它容積移轉 可是要容積移轉 你必須把海灣這塊海灣 它的那個數據弄得更充實 更精采 可是我們有人在做嗎 今天有人在做嗎 沒有 沒有人把這個地方 就是美麗灣這個地方 曾經有多少綠蜥歸在這裡 或這裡有多少的鳥在那邊下蛋 或這裡有什麼樣的這種東西累積得更多 那稅屋率又更大 然後看能不能透過這樣去影響它們 這只是我的想法 只是我這個地方國際一下成功了 2017年中虎山 搶救中虎山運動 是一個非常精采的運動 為什麼 可是別人比較不知道 都覺得它意義很大 因為中虎山是臺北的嬌山 它成功了 其他的嬌山都可以這樣改變 其他嬌山都可以參照這個模式 讓財產已經買過的地 合法建築的環坡地可以蓋成什麼 可以蓋社區的地方 變成什麼 請你走開 變成公園 或者變成森林 你要這塊地 你到別的地方去 只是我當時參與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是什麼? 來自於小綠山的經驗 小綠山經驗除了把這個地方變成公園以後 當然將來就要揮發自然生態步道 我們的城市做的是2007年成功的 其實我們的城市在這個階段性裡面 自然是什麼?跟城市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現在一個應該做的比較好